在過去週末,由星期五到星期日,總共有159人被捕,包括132男、27女,年齡介乎13至58歲 涉及的罪行包括非法集結、藏有攻擊性武器、襲警、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等等 而今早早開始,全港多個地方亦都有示威者作出一些擾亂秩序和違法的行為 針對相關事件,警方分別在鯉魚門廣場、樂富和禮景港鐵站 以藏有攻擊性武器、違反法庭禁制令等拘捕8名男女 至今日為止,行動總共拘捕了1,117人 在法庭案件方面,16名男女介乎18至42歲 涉嫌在8月31日的下午 和大量的人士在銅鑼灣區干犯了暴動罪 他們已經在今日的下午2點半,在西九龍法院提堂 另外,一名13歲的男子和另一名33歲的男子 涉嫌在8月31日,在太子港鐵站裡面 干犯藏有攻擊性武器罪 兩人在今日下午,亦都分別在少年法庭 和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電視判法院提供